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介绍一下 色食堂这个机构有关食物援助计划的运作 食物援助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计划 不单可以减少食物浪费、保护环境 还可以舒缓社会上饥饿和贫穷的问题 现在就等于老师和大家介绍一下 食物援助计划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首先第一步就是回收食物 色食堂的团队自力向本地饮食界回收 仍然可以安全食用的剩余食物 回收的食物种类非常广泛 无论是新鲜的食物、罐头、包装食物、面包、点心 还是已经煮好的食物 只要未过期,没有坏的都可以回收 食食堂会透过物流团队 先将食物运送到食食分享站 食食分享站是一所中央食物处理中心 目的是集中资源 提升处理食物的效率和生产量 从而为及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食食分享站会先将回收回来的食物进行分类和储存 将干货储存在干货仓 而将新鲜的瓜菜和冰鲜的食材 储存在冷冻及冷藏仓库 完成之后就可以开始处理瓜菜和制作食物包 可见回收回来的食物是通过严格的食物安检程序 让受惠者可以安心食用 食食堂在中央厨房将食物烹煮成为营养价值丰富 和充满爱心的热饭餐和食物包 平均每一天可以制作到8000个爱心热饭餐和食物包 他们会将煮好的热饭餐放在保温箱里面 避免他们会坏 之后物流团队就会将食物送到 和他们合作的慈善机构手上 例如一些社区中心、教会和特殊残疾中心 让他们将食物分发给有需要的人士和家庭 同学,食物是非常珍贵的资源 希望以后大家可以珍惜食物 别做大浪费啦!